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同期义工被淘汰的姐姐中是在观众心中比较有机一点的 也是义工淘汰姐姐中最易难评的 因为她是双生危险位中被小考成绩淘汰的 而小考设定评判标准是对有投票产生的 在节目小考舞台呈现中 许静运的表现明显比诚意还好 最终被淘汰也引发网友不满 所以许静运姐姐如果在闲暇时间多在舞蹈方面练习 相信在复活赛中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第二位姐姐 汪小敏很多公布二公淘汰文章 视频下面都会有不少网友评论 汪小敏淘汰就不看了 可见汪小敏的路人盘是比较大的 她很有观众缘 长相甜美 表现也不拉胯 作为一个选秀出身的歌手 她一直保持着不温不火的状态 但在浪姐四的舞台上 她的首发一席高调介绍自己 确实让不少观众记住了 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具备唱跳潜力 第三位姐姐 李莎明子 她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 还是宝岛季的内场主持 是新人主持 但也能看出卫视在重捧 在浪姐四舞台上 她唱跳能力都很超群 尤其是唱 在个人首秀舞台上唱功 也被观众认可 跳舞也很有风格 学舞蹈快 能在三宫淘汰 也是败给自己人气不够 在复活赛必然是拼唱跳实力的 所以在十位姐姐中是非常有望复活的 复活赛必然包含全部被淘汰的姐姐 且有时间参与复活赛录制的 所以复活名额还要结合四宫 五宫淘汰的姐姐数量而定 可以得知的是 前三宫必然会有亮眼姐姐复活 四宫 五宫也大概率会淘汰几位艺南平姐姐 增添节目话题量 复活赛录制时间在6月23号 决赛成团业录制时间在7月17号 在娱乐圈生存 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 不仅要将自己所有的生活都曝光在大众面前 更要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因为不管你做得再好 再优秀 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有些网友就喜欢以诋毁和嘲笑别人为乐趣 而且这种病态心理的人还不占少数 随着乘风破浪的姐姐四开波 很多长时间不露面的姐姐们 也又一次出现在了镜头面前 这一次他们鼓足勇气 将自己最完美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尴尬的年纪 再一次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像蔡绍芬 美伊里牙 刘亦云等女星 都在乘风破浪的舞台上 向大众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 也有女星是为了证明自己 向张嘉宁和吴倩 经历过感情的失败后 再次整装出发 她们离开男人后 依旧是最好的自己 但这一次顶着芒果亲闺女名头的谢娜 可是在节目中受尽了委屈 综艺的形式还和之前大同小异 都是会进行一次次公演 姐姐们表演之后 由观众投票评选 结束之后会有人淘汰 留下来的人便能够走到最后 成立限定团体 而这一次谢娜 从一出场开始 就又成为了话题的中心人物 众所周知 谢娜之前常驻 快乐大本营 除此之外 其他活动或者节目都是烧带 但去年经历了娱乐节目大整改 芒果台再也没有了快乐家族 而谢娜离了这档节目 也不得不退居幕后 重新回到自己的话剧舞台 很多粉丝为了谢娜的离开感到惋惜 但也有一部分本身就不喜欢她的人 希望她能够永远不出现 与何老师这样的台柱子相比 谢娜如今的处境 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这段时间 她只能参加一些不重要的活动和商演 人气也是大不如从前 再加上之前和张杰的机场事件 更让很多路人对她没了好印象 此次受邀参加 乘风破浪的姐姐 无疑是谢娜打翻身杖的好机会 谢娜这次为了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得更好 也是做足了准备 舞台首秀就拿出了自己的成名曲 波罗波罗蜜 也是赚足了一波回忆沙 就算别的姐姐表现在优秀 谢娜也是凭借自己积攒多年的人气 稳稳地拿下了第一名 但在之后的合作表演 龙泉 上 谢娜的表现可是备受争议 或许是因为她太想表现自己 获得大家的认可 所以那次舞台展现 确实有些用力过猛 很多观众和网友都开始吐槽 没有表情管理 动作太浮夸让人看了尴尬 表演的完全就是用蛮力 但就算如此备受质疑 他们组的节目仍然还是拿下了第一名 甚至还超过了二次元美伊里亚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网友都纳闷 是否节目组有黑幕 这次三宫的舞台录制 观众们便开始整腰额子 在谢娜表演结束后 进入到往常的拉票环节 谢娜也主动提出了自己上一次的错误 还提到了网上的那些黑梗 并且将上一次所有的失误 都包揽到自己身上 尽管如此 观众们好像并不愿意买账 现场很多人都开始起哄 明目张胆地大喊不要投八号 要知道谢娜就是八号 现场很多人喊 前排也有不少人都跟着喊 这样的声音舞台上是 完全能够听得到的 这样有目的性地带动票数 最后肯定会对谢娜的票数产生影响 更何况在政主面前这样大喊 实在是有些太猖狂了 这次现场观众的行为 确实有些过分了 如果真的不喜欢谢娜 可以自己不给她投票 但是在这样的公开场合拉踩 确实有些没必要 很多网友和观众 一直以来对谢娜的印象不好 但是这次谢娜并没有做错什么 不像徐怀玉滑水 也没有摆烂 只是认真地对待舞台 大众对她的要求是否太苛刻了 谢娜这次的表现确实已经收敛很多了 相比之前二公的舞台 她明显已经收着了 不再那样张牙舞爪 显然谢娜是懂网上的那些黑评论的 网友们的吐槽 她也都会记在心里 所以无论是对谁的评价 都希望大家能够口下留情 恶语伤人六月寒 谢娜在下台后 看着也是泪眼婆娑 如果不喜欢一个明星 大可以不去支持她 或许自己不看节目和活动就可以了 实在不必如此孤立抵制 更何况对谢娜一个如此尊重舞台的人来说 这样的行为有些太过残忍了